这里呢是云南的师范大学 那么师范大学呢在全国也不是什么知名的大学 但是我要说他前身的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那就是国立西南年大 没错啊 这个师范大学呢其实呢就是 曾经的那个西南年大的旧址所在地 西南年大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说了 好吧我一边走一边跟大家慢慢说 先看一下这个师大的环境啊 现在这个师大呢也算是云南省内的一个重点学校啊 他现在在城贡那边也设了一个分校区 这个是老校区啊 师范大学环境还是挺好的 现在你要参观的话要扫码 预约了就可以进来学校里面参观了 好这里呢就是国立西南年大的旧址了啊 啊抗战时候啊也就是七十多年前了 一帮学子啊深深学子 从北京天津等全国各地啊 这个轮陷区啊集中了搬迁到这里啊 使得中国学术界啊 这把火啊不会因为战争而熄灭 确实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 这些中国的学术 还有文化的成果啊 这些果实对当时以及往后的中国有多重要 我列举一些人啊 你们就可以知道了啊 就是西南年大出来或者间接影响到的 杨振林啊 这个诺贝尔奖啊是吧 还有那个邓家仙啊 这个两担一新是吧 郭永怀啊 同样也是两担一新的功勋啊 这里啊出了两个诺贝尔奖得主 174个院士 20多个两担一新的功勋 就是这里出来的 你们说这里留不留 我们就往下看吧 现在来参观的人也很多啊 这些呢就是这里走出来的一些名人啊 他们都是科学家啊 数学家 物理学家 各种各样的 包括建筑学家啊 那个林徽英什么的 历史上很出美的都来过这里啊 这个就是当时的校舍啊 其实当时的这个条件还是比较恶劣的 肯定不会像今天那样啊 这些有崭新的教学楼啊 当时的校舍非常的简陋 这个还是翻新过的啊 当时很多都是土坯啊 又土建的房子上面盖一些铁皮啊 一到下雨天叮叮作响啊 有时候真的根本就上不了课的 不过当时的人呢也非常乐观啊 他们就整天开玩笑说叮叮作响啊 非常有那个上课的氛围 确实啊 当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底下啊 除了那么多的名人 保留住了中国学术街的这火 这把新火 还真的是一个很不大不小的奇迹啊 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吧 这里还有导游 连大的校徽 三个洞 三所大学 清华北大南开 这是当时的平津伦县啊 三所学校被迫蓝签 这个不能落入这个日军之手啊 这些资料什么的条件也不允许 所以那被迫蓝签了 这是高度复原的AI啊 当时的环境确实很简陋啊 这是一些土房子很简陋很简陋 这是当时的一些照片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点老照片更加多了啊 当时他们不仅要跟那个自然环境对抗 还要跟日军的炮火对抗啊 日军曾经多次炮轰昆明 所以呢 一听到飞机的声音就要躲啊 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他们的毅力确实值得学习 这些印章 当时使用的印章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应该就是当时敲钟的上课的铃声 西南连大 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照片来的啊 这个模仿啊 模仿当时的一些情景 非常逼真啊 非常非常逼真啊 一边吃饭一边还看书 你们现在看书做的是什么样子啊 这些是曾经在这里做过主任做过教授的 都是当时国内的一线的 学术界的一线的明星了 可以这么说 好 转完一圈出来了 西南连大旧址完了 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了 可能我现在 可能我们现在啊 感受不到当时的这种环境 还有当时的那种历史背景 我们真的感受不到 但是我们不妨将自己置身于当时的这种环境底下 设身处定的去想 如果当时这样的环境里 是否能够如他们一样完成学业 这个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地思考 为什么他们能够坚持下来 我觉得就是一份热爱吧 对学术研究 还有未知世界的探究 这份热爱 激励着他们完成这个学业 其实我们每个特别是学习当中的人 无论你是考研 还是考什么试啊 还是考国考 还是什么东西 只要是学习的 我们其实都可以向他们 好好地去借鉴学习一下 他们真的是对学术啊 对学习啊 有着一份超乎寻常人的热爱 我相信这一份热爱的话呢 每一个学习的人其实都有的 学到一份知识 探讨出一份不错的研究成果 研究出一份不错的研究成果 这一份喜悦是可以战胜一切的磨难 之前的一切 苦难 辛苦 其实呢 在获得这个成果之后的一切都显得 哇 这些经历是如此的迷足珍贵 我经历了那么多辛苦 终于走到这里 那才真的 真的是最人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 所以呢 各位考试啊 或者什么啊 学习的朋友啊 无论你之前经历了多少失败挫折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你认定了自己热爱这个东西 那就请坚持下去 万一等到哪一天啊 你真正享受到成功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之前经历的这一切 都将会是你人生当中啊 一个一个难以磨灭的 难忘的时刻 也会苦的 也会变成快乐的 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忆 加油吧